才可以培养一种 无量颂生的苦在你身上 你才有无量的悲心 无量的对峙法门 不然你会说 我修一个法门就好 我不用修太多 你会一直站在自己的这种 我跟法词 那这个佛法对你有没有用 佛法特别大乘佛教 是悲心才叫大乘佛教 没有悲心都不叫大乘佛教 但是悲心是来自于对苦的出离心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不苦的 有钱也苦没钱也苦 所以你看到了一个苦的真相 万法的真相 都是变化无常苦的 所以你没有什么好执着的 但是只能慈悲 对万法对有情无情 所以来念一下 圆一切有情 圆一切无情 发起无上菩提心 而且是孤独的承担 这个世界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吧 所以我想在你的社区里面 就你一个人在做甘露食事 就一个人在做烟供 我们前面有放一只棒子 然后它放这样的水可以喷15个钟头到17个钟头 然后都是甘露水 那一支140块 我顺便宣布 你如果要买了你登记一下 我们帮你买好不好 这个一送很多钱 140块 送不起的 那它只要一个充电宝 然后它就 如果没水了自动 因为现在风很大 你们看不到烟 那至少 你没办法做烟供 做水的布施 可不可以啊 因为这个水你念过大悲咒 药师咒 念过心经 做过早晚课 供过佛 这个供过佛的水 变八宫的水 对不对 这个八宫的水变成烟雾 永远不会干扰别人 所以故意把它放在地球旁边 对整个法界众生 那个就是我 各位你要想说 我这个是不存在的 这个甘露水就是我 这个药师烟供就是我 一定要融入 我的生命已经变成药师烟供 我的生命已经变成 甘露事实 我们的生命变成灯 那叫什么 菩提心灯 我们的生命变成水 变成八宫的水 千万不要一直我我我 你你你 不能有我相众生相 不能有这个对立之相 所以每一个 希望你帮他祝念的 都做过你母亲 不然你祝念不到 那当然这个过程 你要做一些观想 一个往生者放不下的 就是爱情 身体 金钱 某一种执着 所以 你要对这些东西都感受苦 而给你念心经 如果各位你念心经 这个心经的力量 就像你拿了手术刀 拿了药 你没有要去对峙 我给你开下去 我管你什么变得 给你抬下去 不对 佛法是我这个手术刀 我拿了这个药 知道你哪里痛 知道你哪里病 所以我用这个药 要进去的 你一定要知道 它苦在哪里 如果你不了解对方的苦 所以以苦的原因 那法对你没有用 现在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当时你要生起了解 真正的了解才有悲心 去感受到他的苦 我们去祝念问问这个人 怎么往生呢 他平常想什么 你们知道他这样 哪里放不下吗 我们尽量做调查 再加上自己的一个直觉 然后呢 来对治他 因为你这个直觉 要让你产生一个感受 那就是说他的苦 而且你这个直觉的苦 变成你的承担 你要利用这个机会 来修悲心菩提心 所以每天你都有机会 了解对方的苦 要来发起承担的悲心 发起不退转的菩提心 那你这样才能够 才能够 才能够 一直一直的 不退转 阿尿多罗三秒 上菩提 所以我想 简单的一个阉供 那各位听我讲这么多 那我就是 我很喜欢这样 每一个事情 就一直观想 一直观修 然后呢 一直找理由 让自己有慈悲 而且这些慈悲 又不离开佛法的 根本原则 然后这样来 齐请佛菩萨的加持 因为我们现在要念 要诗咒 咒就是佛的心 佛的所有功德 所以我们要把 凡心转为佛心 不让自己有这 然后佛心就是 大慈大悲心 普复一切 阿弥陀佛了解 我们每个人 要诗佛了解 所有众生 但是要诗佛 永远普照众生 流离光 但是众生有缘得得度 无缘 佛也是加持加持他 就像太阳光一样 我想现在 现在这个凉风 吹给我们凉凉 每个人的 都吹到凉凉 但是每个人的感受 不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 那佛的大智慧 大悲心 乃至过去式的缘 如果没有缘 就像现在 当然我花了一些时间 在看网络 他们可以找得到我 可以认识我的 那一定是都我 跟我有缘 要我助念 一定是跟我有缘 所以我也要去了解他 观修他 所以就算不知道名字 我也会 他的形象 还是他们传给我相片 我不知道名字 我也会 用各种方法去接近他 但是这个接近他 就像各位 你的儿子的生病 你的妈妈的生病 一定会让你感受很强 这一点 这个叫悲心 如果你这个感受没有 那反正我就帮你注念 念完以后 我觉得还好爽 多了一个功德 这样 所以 那这样的情况也要很小心 所以就像我们去放生 说 赎去放生 回来心情就好 那贪掉了 那是因为 这样以后 悲心少 虽然你赚到一些功德 但是呢 少了一个悲心 那这个变成人天福报 变成不是菩提之良 所以只是我们 放生 私食 焉共 点灯 无论如何都是为了 念一下 掌养慈悲 发起菩提信愿 所以你去接触的 任何众生法门 都是为了你掌养慈悲 也为了要掌养慈悲 帮助他 我一定要成佛 也为了要成佛 在广修功德的过程里面 第三个 圣解空性 圣解空性 就是为了保护你的悲心 菩提心不间断 而不要为了圣解空性 每天在那边研究经典 拿着经典去跟人家吵架 对立 这是最可怕的 所以用佛法去伤害佛法 因为你没有悲心的时候 你去了解经典 反而会伤害你 你去了解戒律 可能会用戒律去伤害别人 所以有时候呢 我师父说 宁可不要讲空性 宁可讲悲心 菩提心就好了 因为你悲心 菩提心够 你自然就进入空性 不然的话 那你就会变成一个 消极的佛教批判者 但是呢 对别人又生不起积极的悲心 那没有悲心就没有能力 就像一个女孩子 如果爱一个老公 我看她三今半夜去学习煮饭 不然老公跑掉了 是吗 三今半夜她也就化妆得很漂亮 免得老公去找别人了 意思是说 各位如果没有悲心 那就算你是个住持也没用 因为你不想推广佛教 你不想帮助别人 你只想要凸显自己 我妙很大 我很会讲经 我比较有能力 那这样会把佛教变成一种高傲 对立 那这个佛法就没有存在 把佛教变成一种特权 那这叫婆罗门 所以我想很多人修秘宗 我觉得秘宗是强调背景 但很多人修了秘宗以后 有傲慢的时候 然后怪不得有人会批评说 这个是婆罗门教 一种专制 高傲 看不起别人 所以因为我修了法门比较好 我持戒比较好 我念佛是最究竟的 你们怎么在念咒 那这些都变成不是真正的 慈悲的佛教 当然往生净土 还有信息 还是可以往生的 但是没有办法到上品 因为他没有男人平等 永不退寿的包容心 他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那各位听我这样 洗洗念会不会疼啊 我都是这样念自己的 对不对 你要把自己逆进来的 顺进来的你都要转化 所有的境界都成为你修行的本体 如果你自己不能够转化 而被这境界所转 然后都这样烦恼结果 那你要马上转 转烦恼为菩提 不要让烦恼干扰你 因为烦恼可以成为你成佛的助援 众生的痛苦也好 你自己的痛苦都可以 所以大家升起这样的心态 来祈求要是佛为整个现在的世界 法界 我想传染病的问题过去还有一波问题 这个一波一波 这是人类的心态 共业造成的永远永远不能停掉 希望各位用你的影响力 现在有网络引导各个地方 怎么做烟供 供水 点香 点灯 对不对 哪怕吃树 就一只蚯蚓也好 我美国朋友常说那边不好放声 我说蚯蚓可多了 对不对 那这些小小的都可以去做 哪怕这些大超市里面有一些火海鲜 你给它撒撒干露 就一只也好 其他呢 给它悲心撒撒干露念念佛 因为我们是修大乘佛教 以慈悲为主 修什么法门都可以 任何法门都是圆满悲心的 但是如果失去悲心 法门的高低分别 那就没有意义 好 八十二耶 大家升起 那升起大悲心 发起菩提心 那你就要变成要师佛 你要有这个信心 以要师佛的圆满的力量 那么十方诸佛就融入在你身心里面 你有玄节十方诸佛的力量 然后你的悲心 然后你就得到佛力的加持 从你的心间念出这个咒语 这个咒语的光 从你的心间出去 为什么我要强调心间 最近我有点觉悟 用脑筋是分别 起到买是假狗 用心你怎么分你给我讲 用心只有一个 悲心 爱心 我听你心肝不是听你头脚了解吗 听你头脚是烦恼 听你心肝是嘴鼻 了解吗 心肝是嘴鼻 所以各位以后 多用心思考 叫大悲心 用这个叫意识分别 不好 所以每一个佛 都是从我们的心生出来的 由心 由莲花 由种子制 而生出佛 生出本尊 由心做种子制 然后念这个咒语 原来各位要多用心 为什么强调这个心呢 因为它是大悲心 大悲心 所以乃至你念阿弥陀佛 你要把阿弥陀佛观想在你心间 所以我们以前有一首歌叫什么 念一下阿弥陀佛在心间 在你的心间 当你念阿弥陀佛 这个小尊阿弥陀佛 变成大尊阿弥陀佛 然后呢 无量诸佛都融入你身形 哇 你变成很大很大的阿弥陀佛 以你的心 四无量心 阿弥陀佛在你心间 生出九品莲花 来广度众生 所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由心念 各位这样念久就没心脏病 会不会 没有高血压 你不容易生气 因为你一直在培养一个悲心 但是如果用意识分别的 你的阶段的艰苦 的烦恼 对你没有帮助 好 义工我教你们 他们还没有下去 你们要站在楼梯旁边等 要不然你那拨桌要如何 因为很多老菩萨嘛 老菩萨上来 你就要站在那边 等他走了 那有力也没力 那叫做空性 空性就只想对方 没想到杰棘 因为刚才老菩萨起来的困难 所以一个这样 后来大家都要这样 好不好 都站在楼梯 老菩萨要下去也要好 大家都在看 我都在看 怎么走下去 就是 这个叫修行 这个叫修行 这个修行必须展现在行为 细心耐心 就是这样 所以 我们在修爱跟慈悲 也唯有真正的爱跟慈悲 才会产生智慧 才会开发佛性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然后我要不断不断不断的强调 强调 就是像一个妈妈生一个儿子 也疼疼疼疼 他什么事情都想想想想 想得很仔细很仔细 想得很仔细 为对方在想妈妈的母性就跑出来 一个少女就变成一个 一个妈妈了 她就成长 就是这样 那我们大乘佛教 你叫为所有众生想想想想 想到很细 这种悲心 那当然在这个时候 那你的佛性就出来 因为妈妈开了生母性 那我们为众生想想想 怎么帮助她 这个叫佛性 大家干嘛 千万不能说 我只有看经典 然后再分别 那个经典 特别大乘佛教 是用在面对众生的心态 这个很重要 所以特别你在持咒 比较难就难在这边 因为持咒 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修行 十几年 这个十二年 标准经典说 十二年修悲心菩提心 就像阿底侠尊者 故意做这个示范 十二年的悲心菩提心 这个资粮 也就是一个空性的体悟 这十二年的六波罗蜜 然后你再来持咒 那你才有佛的力量 也不是说这样不要念 现在你就要一直往这里面 然后哪一天你的咒 就跟佛合为一体 这个叫三昧也 三昧也就是身口意 就像佛一样了 心按在空性 然后生起大悲 身体跟佛合为一体 更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完全承担了众生的苦 而把这个苦转为一种佛的力量 就是说把地狱都转为净土 把地狱到的众生都变成净土的佛菩萨了 那还是透过你的转化 那这个时候各位你要开始学习 我意思是说各位有家人旁边有人 那你要开始关心他 那你怎么有穿坐吗 有吃饭吗 然后你要一直去关心他 就算你个性不好意思跟对方说话呢 那你要承担他的苦 像各位坐在车上 一直坐同车的人同一个